我本來打算來彰化 拍一支冷門景點的影片 可是有一個國中弟弟看到之後 就跟我說 如果你來彰化的話 我要帶你出去玩 自告奮勇的阿嘎 是張安國中應屆畢業生 他與同學小莊當一日導遊 帶網紅孫女遊彰化 還自套腰包請吃特色小吃 糯米炸 這滿好吃的 我不要到這附近 基本上都會買點 那你有收集什麼東西嗎 我車的 車票 車票嗎 很多古老的 三人去了孔廟善行車庫 還喝了杏仁鹿用麻糬乾杯 影片上架八天 點閱率衝破一百二十二萬人次 彰化市長林士賢 為感謝兩人推銷彰化 特地頒發感謝狀 聘兩人為終身觀光大事 意料之外 但是真的沒有想到 因為那支影片造成這麼大的轟動 是 現在點閱率多少了 一百二十二萬左右 一日由狂走十一公里 七小時去了二十一個景點 導覽員阿嘎也意外爆紅 馬上要帶團出遊 歷史老師來跟我說 他們想要來 導一團 只要我來對話形成跟導覽 網友留言讚嘆 熱愛家鄉在地文化的國中弟弟 簡直是全台灣國中生的楷模了 所以我們會給金會的譽註 我們希望大家一起來為彰化的觀光努力 兩人在暑假期間還要與彰化市長林士賢 來一場PK導覽 用力推銷宣傳彰化 三天新聞許淑偉正好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